总是想吃东西 明明吃饱了 但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甚至你的脾气会变得越来越不好 情绪总是起伏不定 如果自己是苹果型身材 或者梨型身材 应该怎么办呢 是我们不够努力吗 其实也不是 我每天会收到大量的留言 很多朋友每天跑步10公里 跳成3000下 结果一个月之后 不仅没瘦 反而更胖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我多年时间的经验 效果非常好 我的体制力长期维持在10%以内 最新的体测数据是9% 那背后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总结为四个字 低糖饮食 当然也会有一些明示的方法 介绍给到大家 其实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张绍航在介糖之后 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 那在印刺上有一个美食播主 在介糖一个月之后 身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权威专家曾在《自然》杂志上指出 糖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健康危机 如同另外一种烟草 如果你长期摄入过多 就如同慢性自杀 中国人的营养宝典 中国营养善事宝塔当中也提到 要控制每日糖的摄入 低糖饮食有利于长期的身体健康 有利于减脂的效果 不过在介糖控糖之前 很多人缺乏正确的认识 容易走极端 又或者容易放弃 那今天的分享会帮你建立一个 全面清晰有效的认知 主要包括糖的三大危害 以及帮助你介糖的五大方法 另外在你介糖之后 你可以看到四个非常明显的改变 最后我提醒大家进行21天的介糖打卡 相信你能够21天连续打卡互相监督之后 一定会看到非常明显的减脂效果 本期的内容非常干火 记得点赞收藏下来 不然你会找到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糖锅料的三大危害 这是有科学佐证的 一个纪录片 一部关于糖的电影当中 科普了我们关于糖摄入锅料的危害 在电影中过去几年一直坚持无糖饮食的男主角 原本很健康 后来他让自己做实验 年轻两个月摄入普通人经常吃的含糖食物 平均每天糖的食物量会达到180克 要说明的是 在这两个月他唯一改变的就是糖的食物量 其他的蔬菜水果以及总的卡路里的食物量保持不变 两个月之后他经常感到饥饿 饭量变大 食欲也变得更好 而且脾气变得更差 反应速度也变得迟钝 而且脸上经常长出粉刺和痘痘 而且还有脂肪肝的倾向 肚子和怀孕时针老婆差不多大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具体看看糖的危害 第一个就是人体内的任何蛋白质都有可能被糖化 在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物质叫AGES 这种物质会使得蛋白质变得畸形和僵硬 更严重的是 我们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每10年才更换一次 如果长期被糖腐蚀 你的皮肤会逐渐失去弹性 肤色会越来越长 肉纹下腿都会出现 那么你看起来就会越来越老 花了较长的时间和一部电影 来跟大家科普糖过量的危害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重视起来 它不仅仅会让我们长胖 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各个层面 那怎么样借糖呢 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说的借糖绝对不是不吃碳水化合物 也不是不吃任何水果 而是要借掉饮料糕点当中 做添加的游里糖 以下五个方法 第一个 每天添加糖的受量不超过50克 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这是中国营养善事指南当中给出的建议 那25克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下面是常见的零食所包含的添加糖的量 大家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超标 第二个方法 改变吃饭顺序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它能够明显降低你的餐货的血糖水平 我们先吃蔬菜 再喝汤 最后吃主食 就会明显自然你的饱腹感 小吃一点 第三 多吃全骨杂粮 米饭 馒头 面条 面包等精致主食 都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主食 可以在煮饭的时候 把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主食 换成一项的各种杂粮 都可以迅速提升营养的全面性 降低血糖指数 第四 预防的方法 如果一不小心按耐不住吃多了 例如吃了夜宵 冰淇淋 饼干 怎么办 这个时候不要压力太大 会有办法 有时候我和朋友也会尽量去吃个夜宵 那吃多了之后 回家之后我会吃两粒MDC的糖指颜颗粒 大家可能知道白韵豆是非常好的常用的碳水阻断剂 但其实五层龙的效果会更佳 所以呢 它主要是通过五层龙的提取物来达到两大的功效 第一方面是抑制身体对于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另一方面 阻断不分肠道中对糖的吸收和消化来降低餐后的血糖能力 同时呢 它还有能够改善肠道健康的1500亿的乳酸菌 加快肠道的蠕动 那肠道通顺的自然就受了 所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五 就是改变错误的吃法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现在的果汁升糖指数非常高 可以迅速让你的血糖升起来 但是其实生吃还好 因为生吃果肉当中还有大量的纤维素 可以减缓糖分的吸收 第三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在借糖之后 我们会发现的四大改变 第一个 能减肥是真的 大量研究显示 在借掉高糖分食物之后 平均的体重会降低10%到20% 一般在借糖三个月之后 体距离就会下降8到9个点 所以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第二 食欲会减小 身体对于糖是有成瘾性的 所以减少糖的摄入 等于减少了身体对于食物的渴求 所以容易瘫症的朋友们 这一点尤其要关注 第三点就是皮肤会变好 糖过量会让皮肤里面的 胶原纤维变得脆弱 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会减弱 这个已经被大量医学证明了 所以借糖之后 你的皮肤会慢慢变好起来 第四 会帮你省很多钱 星巴克 麦当劳 肯德基 炸鸡 啤酒 冰淇淋 奶茶 很多东西你都不能吃 想一想能省多少钱 一年下来怎么也得小 两三万块钱吧 奖励自己一个十天的自由行 它不好吗 第四部分 我推荐大家来一个 21天的借糖打卡 大家可以在我的留言区打卡 我会一一回复大家 相信大家在借糖之后 会看到自己的变化 会给自己带来惊喜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用 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感谢观看